做田螺听他们说非常好吃 香茅的香味 对了我拿对了 请大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竹 今天小竹就来做吃一种螺天 还甜螺 这种螺天很少见 在越南也很有名的大家 我们看 这个越南叫是 哦好热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叫 后者说在山上的田螺吧 他不在水里 他是在山上里 刚好今天小竹去外面 小竹看到他们在路上卖的 所以小竹就买回来了 这次算运气好 平时都没有卖的 这个去找也很辛苦的呀 大家看这是 这是他的样子 也挺好看的 他们那个人卖吧 他们说他们抓这个田螺 已经抓了几天了 抓到几天了 所以他的里面那个脏脏的东西 已经出去了 现在我们只要洗它干净 我们就可以煮吃了 大家看到过了没有 这田螺它是在山上的 所以它有很多地 我们要把它洗干净 在这儿 我们要把它洗干净 刷 像刷渣 来做干净 然后煮菜 吃菜好吃 这田螺听他们说非常好吃 看到很多人吃了 他们都觉得说好吃 小竹还没吃过 今天小竹来试一下 看看怎么样 试一下让知道 大家看 洗干净后 它的里面 非常好看 嗯 嗯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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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了大家 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去煮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洋料做 有柠檬叶 有香茅 有辣椒 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锅里 然后煮 就这样打香麻菜会香 我们切它变成两段 大家闻到香麻的香味的吗 先放那个原料像下面 放这下面也会 它的香味会飞起来 全飞起来 培一点辣椒 好 加水 里边 加水 加一点点水 现在把它煮了 这个时候小猪就去做 原料 现在小猪就来做那个酱水 小猪做的那个酱水 有大蒜 有 柠檬叶 有辣椒 葱 还有毛 香茅 现在做吧 好 好 一会儿我会把它这么做 小小小小 打它 等做那个键水都在一起跟小猪做 看看小猪怎么做 做这一个大小的铁人 砂糖 小跑 小猪生高 小猪生高 现在就放味精 一点糖 我没有那个什么来打 我就用这个炒 中西来打 厉害吗 可以吗 在越南有很多奇怪的美食 说出来也怕大家会害怕的 会吓到大家 越南的美食非常丰富的 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没有什么吃很饿的 所以什么可以吃都会吃 只是没有毒不死就可以吃 就拿来吃 以前很久以前很辛苦 特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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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柠檬 我们拿那个柠檬水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因为这样你们它的种子才不会掉下去 你们的种子很苦 来一点鱼露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就这样 就这样好了 非常好吃的 试一下 哇 这个酱水太好吃 我们的田螺熟了 哇 现在拿来吃了 嗯 嗯 看起来挺好吃 哇 香茅的香味太香了 咸咸 会更好 吧 闭口 可以翻面 是吗 在一起,如果以前是小火,作品有些小火, 我非常非常好, 休息一下, 人群的小火 小火 黄酒 白酒 白酒 黄酒 好了 这是我们煮熟的 吃就吃这样才烫烫好吃 拿个蛋 现在吃烫烫吃 因为没有什么吃我就拿那个牙齿来吃 太烫了大家 我看他们拿起来 我看他们拿起来很好拿为什么我拿起来 里面还有 里面还有但是我的拿不了 它的肉 看到胖胖 好了 现在小猪就来吃第一次吃这种的天螺 请大家跟小猪吃上上的天螺 还有那个小孩 怎么说 脆脆脆脆好吃 它的那个香味不一样 跟平常我们吃的不一样 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的感觉 说来说去好吃 好吃 现在我就在哪吃一个 我要拿 拿更好的 小猪还没吃过 所以小猪不知道怎么煮才好吃 怎么做才好吃 就这样做 大家看 好吃 想吃吗 我拿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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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们就这样吃 他们全部这样吃 我就一次来就这样吃 看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大家看 哇 大家看 嗯 好吃吗 想吃吗 哈哈哈哈 请大家 真不错 我觉得 我觉得 全吃一个长长的 就是 比刚才吃一顿的好吃 它的味道比较好吃 它的头脆脆 它的后面嫩嫩 这个大菜 非常好吃 大家 如果你们有时间 你们有机会来到越南 或者你们的地方 也有这种的天螺 你们应该要试一下 绝感觉到一下它的香味 今天呢 小猪拍这个视频 来分享给大家 这种天螺 是怎么样的 就小猪的视频 也结束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欢 大家给小猪个点赞 加订阅和分享 小猪的频道 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 拜拜大家 欢迎来跟小猪吃天螺 欢迎来跟小猪吃天螺